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快的我们就开始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店里面 也在弟兄姐妹在网上聚集 一同来看三博基上 21章到23章的经文 来看大卫怎么样 在苦难当中 在危机里面 也不断地来依靠你 我们就借着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 求助你带领 也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有学习 也可以能够一样的效法 这样的一种生命 让我们可以 不管遇到什么时候 什么的处境 我们都能够依靠你 我们都能够歌颂你 求助你的灵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生命能够被你来翻转 能够被你来使用 求助你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祷告奉主基督的说明求 Amen Amen 好 今天我们就看21章到23章 主题是《为难中的歌颂》 那后面你能够看到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名字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堂 就两个星期前 看18章到21章 我的这个名字呢 是叫《为难中的帮助》 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 当中有三个很主要的人物了 其中一个包括是神 那第一个是约拿丹 他在中间帮助了大卫 他逃离扫罗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扫罗他非常的生气 要追杀大卫 所以约拿丹在当中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来帮助他逃命 米甲也是 我们知道他在他自己的家 然后他因为米甲的关系 所以就大卫就逃走了 然后呢 神自己本来扫罗 要亲自的去杀大卫 然后拍了三批的人 然后最后自己去 神是难阻了 所以这样的话 让我们看到 不管什么处境的话 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 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 神能够透过 属他的人 还有不属他的人 也能够自己出手 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凡事都可以新高他 不要害怕 为什么我们要在危难当中 神肯定有自己的 他的美意义 所以呢 我们在今天呢 会接到 我们第二堂 是危难中的歌颂 然后呢 我们还会再看到下两堂呢 是危难中的失恋 还有危难中的见证 这样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刚信主 我们会得到很多属灵的帮助 在我们使我们成长 我们也会有高山 还有低谷 这些都能够成为 我们属灵生命的 向神的歌颂 然后呢 我们也会遇到失恋 到最后呢 也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但愿呢 我们真的透过大卫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生命 在 三摩基上的这样的一个 他要 做王 一直被神来建立 被神来磨炼 以至于他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那也是让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我们要学习 其实神都是透过这样的危难里面呢 使我们更加的成熟 使我们更像主耶稣 好 那 这个是一个overview 今天的二十一章 二十三章 其实是一个地图 它都是 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的一个路线 它从 第一 你看到这边的地图 第一这边 拉玛 看到 看到第一 OK 拉玛 然后呢 它就是 它上次 我们讲到 它到那边 是见了撒姆尔 然后呢 扫罗去到那边 想要杀他 但是呢 神就使 神的灵呢 就感动扫罗的那些人 然后扫罗自己也在那边受感受化 就是拉玛那边 然后他逃到 罗伯这边 然后我们会看到 在罗伯之后呢 他又去了加特 第三这边 然后呢 其实加特这个呢 就是以前 哥利亚的地方 这个巨人 这个 这个 费利斯人的地方 他逃到那边去 本来想要 因为 知道那边呢 扫罗不会追杀他 但是呢 之后呢 他被赶走了 因为那边的人呢 认得他 就说 这个不是就是大卫吗 然后 他没办法 他就装傻的那边 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看到 然后他就跑到第四这边 雅度兰洞 然后呢 之后 在那边呢 又逃到 摩亚那边 他又想要逃到 外邦的地方去 你看到摩亚吗 在下面 第五 然后他逃到 摩亚 那边呢 之后神就不允许他在那边 就派了先知 加特去 叫他回来 然后他就回到 那个 第六个地方 那个 哈列的苏林 然后呢 就我们就看到 第二十二章 也有提到 扫罗因为 知道 在罗伯的 祭司帮助大卫之后 他就要 杀这个 杀这祭司 然后我们就 就会看到 从那边 他又去到 第二十三章 他又去到 基伊拉 这边 拯救那边的 城的人 因为他们被 被世人攻打 然后他就去 拯救那边的人 然后他又逃到 西佛 就是第八地方 然后呢 又跑到下面 马云的旷野 就是第九的地方 然后最后呢 我们二十三章 最后最后呢 是提到 影基底的这个河边 石海旁边 的这个城市 但是呢 我们大概呢 就有很多的地名 所以我想要 让大家知道 到底在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提到 这么多名字 因为他一直在 被扫罗追杀 他要逃命 所以他又跑来跑去 那你说 像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逃命的时候 你觉得他对神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想法 他那时候已经知道 明明 沙姆尔已经告了他 他要做王 但是他就是 一直一直的逃 一直的逃 他没有做王 他就想自己 就心命都没有了 快死了 还做什么王 然后扫罗就一直的 还在那边做王 我们知道这个逃命的 这个下面还有 其实还没有结束 你看这个路线 他从第十的影基底这边 他又到加密这边 然后之后又去了加特 然后就再下去洗个拉 这个是之后 我们会看到 所以这个是一直一直 不断的还没有到 他做王之前 差不多有十年到十分年 他都是在这样子逃命 只等到扫罗是在战场上 也是他的儿子都被杀了 然后之后 大卫才真正的做王 OK 那我们在这里呢 希望我们看到这样的 也是透过这样的经文 透过这样的学习 让我们可以学习大卫 在为难中 仍然能够歌颂神 也让我们相信神 会透过这样的为难呢 使我们更像基督 并与主一同的荣耀 这个也是我上一堂的conclusion 总结 所以呢 也是希望呢 这两个成为我们的一个主题 让我们真的不要去害怕 我们遇到的试探 试炼 这些都是神 出于爱我们的缘故 能够使我们 能够更像他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再看 这里二十一章的经文 好 这个就是二十一章 然后呢 所以一开始 我们看回来前面的这个 就是大卫 他到了 罗伯祭司亚西米勒那边 他就说了话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 扫罗派他去的 所以呢 不要说我们就学习大卫的全部的东西 因为他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他在这边真正的撒谎了 因为他 他也有一些 身心学家 也是有说 有可能他的动机是 不想要害 这个祭司 他是在那边呢 真的是想要寻求神 因为他去那边找的时候 一会儿呢 在从亚西米勒回答扫罗的时候呢 我们就听到 其实 他在那边是 帮助大卫去求问神的 所以他那边的时候 其实他去找他 其实是 真的是寻求神的心意 到底要指引他 要怎么做 那 所以在这里呢 但是他真的 真的就做了一个 谎话 骗了 他就想要有饼 因为他那时候真的是逃亡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真的很饿 所以 我们也知道 耶稣用了这个例子 以后在新约的时候 就说 这些 饼呢 不是属于他的 但是呢 他也是 跟他跟随的人 都吃了这个饼 然后所以呢 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 那所以 在这里留下了一个 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就是 我们 还是 像看到大卫 虽然他在这里 没有 做到他应该要做 但是他的心 我们知道 他真的是要去寻求 神的旨意 然后呢 但是也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也影响到 祭司后面 以至于他有得到 这个杀身之祸 就是我在这里 看有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多义 是乙东人 他是 做扫罗的 师牧长 都是管牲畜的 这是这些 要先祭的羊啊 牛啊 这些 所以 他是在那边 跟祭司在一起 所以他是负责这些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 刚好碰到 遇到 大卫 所以他之后呢 也是因为这样的人 出卖了 大卫 他 我们后面会看到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OK 然后他在这边呢 也说到了 祭司 亚西米勒 就把刀 那个 大卫 沙哥利亚的刀也给他 然后 也特别的提到 以佛德 以佛德 以佛德是 祭司 穿的 圣的衣服 要常常 尸力在神面前的时候 要穿的 他里面呢 有一套的 东西 大家还记得 叫什么吗 如果要 问神的时候 他们要 用那个东西 要 叫什么 乌龄和土鸣吗 OK 土鸣 所以 这个东西 是在 以佛德里面的 所以 以后的 下面呢 这里特别的 已经先 带一提 就是说 这个 佛德 因为后面呢 为什么大卫呢 经常的去求问神 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问神 所以下面的都是 你看到 可不可以 我应不应该去 我 他们会不会 把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 扫罗会不会这样 所以 他这些呢 都是一些 是否的 的一个 回答 所以 他就是 你会看到 他就是利用了这样的 以佛德 来问神 因为他自己 不是 那个祭司 所以他要靠 祭司的 这样以佛德 来 来询问 那当然 今天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需要用这个东西 我们是 直接就要 透过我们的 什么 圣经 OK 我们透过我们的圣经 先从圣经里面看 神有没有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要做还是不要做 然后 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 我们可以从祷告 神会给我们有平安 也可以透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知道神的心意什么样 好 OK 然后下面呢 就会看到 这里呢 提到 大卫之后就走了 从那边 就去了 逃到了 加特 那这个雅籍呢 是他们的尊称 所以就像 之后 我们有西律王 这样 雅籍不是一个人物 他就是王的那个称号 他就是雅籍王 有一些人说 其实之前的杀了 那个哥利亚也是一个加特的王 那个哥利亚 也有可能是 因为他是在那边最最厉害的 打仗最厉害的 有可能是一个 但是呢 在这里我们知道 大卫去到那边呢 本来是想要隐藏的 但是之后就被人家发现了 然后 这个雅籍王还说 他知道这个大卫已经 应该是他要做以色列的王 因为他直接就称 这个不是就是以色列 国王大卫嘛 然后 他还知道 妇女跳舞 唱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王 他就 他就害怕了 因为 为什么 大卫是理 以色列人来杀他们 他要报仇 现在最好的机会了 所以他就 他就怕 他在这样的举动 他在这样的 之后要怎么样 他就 变了 寻常的举动 然后之后就怎么样 假装疯癫 对 装疯卖傻 他就 在床 在这个城门上面 怎么样 无血乱化 然后之后他还怎么样 还 还口水弄到自己的 胡子上 你想想看 他如果 装的只是一点点的话 人家会不会发现 如果你只是装 假装的话 人家都看得到你假装 他要装得很厉害 很厉害的时候 你人家才 不知道你真的是 然后 真的 雅吉就被他 被他骗到 就说 这个真的是疯子 是真疯子 不是假疯子 你把他 我这里已经够多疯子了 不要 我不缺少疯子 你把他这个人 带到这边来干嘛 走啊 赶他走 你想想看 他是一个王 他要装疯 装到那个模样的时候 连全部人都可以骗 连那个 雅吉王都被他骗 你看他自己 内心里面的时候 他多难受 本来是一个 而且 你还记不记得 圣经怎么描写他 他是眼目什么 他还俊美 他现在还要 搞成这样子 轮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对不对 然后 他本来一直都依靠神 如果是你的话 你在这个时候 你会写什么样的一个诗篇 你会写什么诗篇 你想想看 现在本来你说 神已经高了 你做王 然后你沦落到 你去到 要逃到别的国家去 然后还在那边 想要投靠 但是都投靠不了 然后你还要被赶出去 你想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情况 你的心情 你要写什么的诗篇 你还继续的写诗 就问神为什么 你为什么高我 对不对 你又不是把火味给我 你还是在整我 对不对 好像我们很多时候 很容易的 就会有这种的心情 就会发出来 然后就是可能 第一个就说 神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我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看一下 到底他大卫在这边 写了什么样的诗 这里如果你看诗篇 三十四篇的话 他的title就是写 大卫在亚比米勒 面前装风 被他赶出去 就做了这诗 诗篇三十四 大卫在亚比米勒 面前装风 被他赶出去 就做了这诗 我要时时称颂 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 耶和华花药 谦卑人听见 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 当称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 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就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盈 搭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民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义无所缺 少壮狮子 还缺食人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众弟子啊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 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谢谢 就要禁止 舍首不错恶言 嘴唇不错诡教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 他的耳朵听他们的负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便念 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义人负求 耶和华听见了 并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冲毁的人 依然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 要保存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结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不一人的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凡投靠他的必不自定罪 谢谢 他有问神为什么吗 没有耶 没有人在哪里 没有人很奇怪哦 而且你知道吗 这里有几节 二十二节 你知道这一首诗篇 这首诗 他们说是字母诗 是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 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母 就是顺着这样排下去 他还有时间想这个 他还有这样的一个 他还可以 哎呀就想一下怎么赞美神呢 用第一个字母 那时候你都快要死了 你还做这个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遭遇 你看到大卫 他真的是写的那些诗篇都是这样子 他虽然也有一些 好像你看诗篇 你说神啊 你转脸 不看我到几时呢 你拯救我吧 你不要撇弃我 你会看到有这样 但是你很多时候 你看到他的里面的赞美 是完完全全彻底的这样赞美神 你看到第一个到第三节的时候 他是完完全全的这样赞美神 他说我要实时称颂 也要赞美他的话 必在我口中 你第一句话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完全就说我要赞美神 不管现在遇到什么 我装疯卖啥 我还是要赞美神 我的心逼应耶和华夸耀 千变的亲切就要喜乐 他喜乐什么 他还喜乐 他还可以给我们看到 他还要叫人家喜乐 你们和我当成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所以他自己赞美神 也呼吁 呼含其他的人 一同的荣耀性 来做开始 第四节到第十节这边 是见证神的良善 然后还有宇辰分享 他自己神的美好 他的经历 美好的经历 你还说他怎么可以 觉得这样的经历是美好 他直接就说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事 视为安营大救他们 他救他脱离一切的恐惧 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 然后你们要常常主任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都有福 然后敬畏他的义无所缺 什么都不缺 神求耶和华的义无所缺 他的刀也是刚刚好 刚刚才拿到的 这个人 所以为什么他寻求神的心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就是要 不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真的 第一个想到 我们就念诗篇 真的把诗篇就念进去的话 不管什么危难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所以要感谢主的就是 神真的让大会像这个人 经历这一些东西 让我们 还有他写出这么美的诗篇 让我们不管什么样都可以 赞美 赞美神 所以希望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帮助 来成为我们的劝勉 真的凡事都能够赞美 凡事都敬畏神 凡事都不要 不需要问神为什么 我们就可以以这样的 调整一个心态 就像大卫一样 去 不管 真的是沦落到怎么样的地步 我们不会像大卫一样 我们不会很难会到大卫的 这样被追杀的一个地步 但是 不管到是不是到那个地步 我们都可以像他一样 这样赞美神 依靠神 今天呢 我们就剩下半个小时 所以下面还有很多 我就很快的 因为他还有好几篇的诗篇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全部一一地看完他 但是我希望呢 真的成为给大家一个很概括的看到 大卫真的是每诗每课都在写诗 都在歌颂神 所以下面的这里看到呢 他就离开那边呢 到了 要十二章这边 就逃到了亚杜兰洞 那他的弟兄和富家都听见了 就下到他那边去 然后呢 他就带着其他的四百个人 就有四百个人一起跟他在一起 这些人是窘迫的 欠债的 心里苦恼的 还有一些勇士 不是只是有这些的人 因为你看到后面 大卫的勇士名单里面 是有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 他想要喝那个水 所以他就去了拿那个水给他喝 然后之后他就说 这个不能喝 因为是他生命拿出来的 所以他就不喝 所以提到那边是有勇士在当中 不要只是觉得这些都是 忘记八糟的那些人 就是但是他们都看到大卫 是他们要怎么样 可以投靠的一位一位人 所以他去到那边 他又让他开始 渐渐的他的军事的力量 就在那个时候就起来了 你看到这边有四百个人 后面你会看到他打完 去到那个基拉的时候 他又变成六百个人 所以这个是慢慢慢慢来 然后他们就 大卫就在这边决定了 他要搬到搬家来 然后就搬到摩亚去了 然后你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还有看到 谁要搬 就从伯利恒搬到摩亚的 路德是在摩亚地的 所以是拿尔米 那时候是搬到那边 是他的带着两个的 对他一家搬到那边去 所以他现在好像也copy了 copycat了 然后就说 好像我的真祖母也在那边 路德是摩亚人 然后他就可以去那边了 然后结果神怎么样 就派了先知加德说 不行 不要再住那边了 你要往犹大地去 就搬回来 所以他就跟着了 他就去到进入了哈列的树林这边 所以看到了 他其实是想要逃走 他想要不在那边 但是神偏偏就是让他在敌人的怀抱里面 被追杀 继续地去磨炼他 不要让他逃到有摩亚那边 然后舒舒服服安安定定的 很多时候神就是这样 我们想要舒舒服服的安安定定的 然后他就说不行 你就要去那边受磨炼 你就去那边被神使用 那在这里呢 有两篇的诗篇 就是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写的 被追杀了 然后57章跟142章 这一首也是非常美 我们也经常唱的一首诗 所以他在这里看到 他是完完全全 是要自己整个人去歌颂神 赞美神 他说愿你的崇高高过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这里有看到repeat了两次 第五节跟第十一节 然后他就说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昌 非常美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 都能够唱出这样的歌 真的是非常的 使我们很多的帮助 因为不管让我们知道 很少我们会看到 最前面的那个小字的 我们很少会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 看这个经文 看到他到底在这个 为难的时候 可以写出这样的 你就会投入到 你就带到里面 他的心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能够学习 大卫原来他是真正的 这样子可以敬畏神 可以这样的歌颂 所以非常的美 好 下一个是142篇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 发声恳求耶和华 我在他面前 吐露我的苦情 承说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 发分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 敌人为我暗设网络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 耶和华 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佛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极碑之地 求你救我脱离 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求你领我 处理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名 一人必还着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带我 谢谢 这一首的话就没有说 好像刚刚的那个 很高昂的那种 哇赞美神 这个就是好像比较 真的是很悲惨的 这样的一首诗篇 比较正常一点 但是你看到他没有说 神啊 这样 他就说 其实你看到他 其实还是 一切都在神的难关当中 因为如果不是神 可以救他的话 他不会发出 这样的一个问遇 他说 神啊你救我 是神必定可以救我的 他就求神 去听他的呼求 然后他知道圣性 他是神 是他的避难所 然后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所以他 他虽然是这样的话 他还是仁然的 会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诗篇 很多不同的 在我们的 不一样的 那个处境里面 都应该能够找到 一篇 适合你自己 来用来作为祷告 真的就靠着诗篇 把我们的心 不要注意在 那个困境里面 而是把我们的目光 放回到神那边去 然后就 就 信靠神 可以 一定是可以 救赎我们 就 只一或不然 我们知道常常说 只一或不然 神还是有 他的 美意在里面 所以信靠神 好 然后 下面 这里 因为经文比较多 我就只是选了一些 我们也 可能没有时间 看完全部的 读完全部的 但是在这里 你就看到 是 扫罗 因为 知道了 这个事情 在罗伯的 亚细米勒那边 就 因为 他 帮助了大卫 给他食物 也给他 刀 然后也为他 求问 你看到绿色的字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 亚细米勒 你和你富家 都是该死了 然后呢 他就说 谁可以去杀 你东人多益呢 他因为那时候看到 所以呢 他其实 为什么他要 他要这样做呢 就是扫罗在前面 前半 前 刚才开始呢 他就说 哦 你觉得 耶稣的儿子 能够吃 葡萄苑给你们吗 立你们做 签腹长吗 他 他 其实就是他来 然后他说 啊 又没有人告诉我 所以他现在 带出的那个 谁告诉我的话 我就可以给 葡萄苑给你了 我就可以立你 做签腹长 所以 你东人就说 啊 我知道 他在哪里 然后他就告诉他了 然后他就 他就去了 没有一个人 愿意杀 这个 亚细米勒 因为他说 黄色的字 你们去杀 耶和他的祭司 他还知道 这个 他还 有大胆的说 你们去杀 然后下面的人 蓝色的字 也就是说 扫罗的臣子 却不肯伸手 杀耶和他的祭司 没有一个感 就是这个 以东人 多意敢去杀 他还不 不仅仅杀他 这样的 他杀了他85个人 穿西马布与佛兜的 85个人 他还怎么样 多国中 男女孩童 吃奶的 牛羊驴 精都杀 灭 这个是 加拿人 是 败坏的 神才 叫他们 全部 杀光光 他现在 没做错事 这个人 好像杀歪帮人的 这样一个 把那些 成的人 都把他杀 做离不离不 然后 少外 不以为意 他还觉得没什么 所以 远离的神 他那时候 已经坏透了 你看到他这个人 OK 好 那这个就是 52篇 以东人多意 来告诉扫罗 说大卫到了 雅西米勒家 那时 大卫做这 巡回事 又写了一篇 诗篇 徐世啊 你为何以 作恶自夸 神的慈爱 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 邪恶鬼诈 好像剃头刀 快力伤人 你爱恶 甚是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说公义 鬼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 毁灭的话 神也要毁灭你 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 将你拔出 一人 要看见而惧怕 便要笑他 说 看啊 这就是 不以神 为他力量的人 只倚藏他 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 建立自己 至于我就像 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 依靠神的慈爱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要在你圣民面前 仰望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谢谢 所以你看到 他在前面的时候 真的是在描述多益 他犯了这样的一个 杀人的罪之后 他要受的审判 他要受到神的刑罚 他应该是要 下场是毁灭的 因为他直接是 得罪神 是杀了神的祭司 还杀了神的仆人 还杀了一些 很多无辜的人 然后 但是你看到 他真的是 在这里 大卫都 因为这样的事 来写了一篇这样的诗 然后下面 我们会看到 他也是 追杀了 追杀了 大卫了 继续要追杀他 然后 有一个人 就是亚西米勒的一个儿子 名叫亚比亚 他逃到大卫那边 他逃出来的时候 他是拿着 手里拿着以佛的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就是 你会看到 大卫 就求问耶和华 他在这里怎么求呢 他就说 我去攻打那些 非利斯人可不可以 然后 耶和华就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 非利斯人 拯救基拉 然后他 又问他 你 又求问耶和华 然后 耶和华又回答他 你起身下基拉去 我必将 非利斯人 交到你手中 所以 他就是借着 这样 以佛的 然后下面呢 也是一样 因为 扫罗知道 他到了 伊基拉那边呢 大卫 就叫 那个 基斯 亚比亚他 就拿过来 拿那个 以佛的过来 然后又 就祷告 他说 以色列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你不能 听真了 扫罗要往 基伊拉来 为我的缘故灭城 基伊拉人将我 交在 扫罗手里 不交 这个就是 是跟 非的问题了 扫罗 照你的仆人 所听的话 下来不下来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只是仆人 所以就用这个 以佛德里面的 这个 物灵土名了 耶和华 说 扫罗必下来 然后 大卫又问了 基伊拉人将我 和跟随的人 交在扫罗手里 不交 耶和华说 必交出来 然后他知道 所以他就 知道他的下场 就不行了 所以他就 选择 就又逃了 所以这里就看到 大卫和跟随他的 约有六百人 就请神出了 基伊拉 因为他 他之后呢 又到了 西福的旷野 然后呢 在那边呢 扫罗天天的 寻守大卫 但是神 却不将 大卫叫在他手里 那所以 你看到 这个 这边是基伊拉 回复一下 这个地图 这里 看到基伊拉 然后逃到 西福的旷野 OK 好 所以呢 他在那边的时候 你看到 他在西福的旷野 的树林的时候呢 越拿丹 就最后一次的 去找他 要兼顾 使他 依靠神 得以兼顾 然后他就说 不要惧怕 我赴扫罗的手 必不加害于你 你必做以色列的王 我也做你的宰相 这是我赴扫罗 知道了 对 于是两个人 二人在耶和华面前 立约 大卫人住在树林里 越拿大夫一家去了 这里是 最后一次 他们后面之后 他就暂时在战场上 然后西福人 也是像之前的 那个乙东人 一样 他想要立功 所以他就去 见扫罗 然后要把 大卫的住处 那个树林的 那个地方 告诉扫罗 他就说 他们就上到基比亚 去见扫罗 说大卫不是住 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 山在中 旷野南边的 哈基拉山藏着吗 王啊 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 我们必亲自将他 交在王的手里 然后想过还很好笑 是不是很可怕 还杀了耶和华的祭司 然后现在还说 愿耶和华赐不于你们 好像自己好像 好像很有义一样 好像很 很属林的这样 本来 他是该死的 本来 他没罪 然后他好像 就把自己的王位 就已经 看得太重了 他现在好像 所以很多人 我们 经常要提醒我们 不要像 做一个 像 扫罗的一个 属林的人物 这样 我们不要好像 很属林 这常常可能 只是挂着 神的名字 在嘴巴上面 但是呢 可能很多时候 得罪了神 得罪的人 我们都可能不知道 可能里面很多有恶 都不知道 所以以后 以后还会看到 他一直不断的变坏 然后神就是离弃了 离弃了他 他自己都 就走上了 这个灭亡的道路上 这是很可怕的 让我们不要看到扫罗 不要去提醒我们自己 然后他就要把它找出来了 这里就是刚刚的这个 也是这个地方 在西佛的旷野这边 这是一些西佛人 这个树林里面 他要把大卫抓出来 西佛人来对扫罗说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那时大卫做这讯会时 又做什么 五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七节 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人为我伸冤 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 强暴人寻恕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 我要把甘心系献给你 耶华啊 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他从一切的极难中 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真的 我求敌照报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就快点 我们还有一些 那下面呢 他就23章的24节这边 我们就看到 他又要逃了 逃出西佛 要逃到马云旷野 然后呢 扫罗就 可跟随他的人 去寻找大卫 然后大卫就 就跑到那边 然后他又急忙地 躲避扫罗 在这个山上 然后四面被 扫罗困住了 然后要 扫罗要拿货他们 这一次真的是死了 你看到他真的是 没有办法再逃了 那这里怎么样 神自己出手了 他就怎么样 有什么人过去了 菲利斯人了 菲利斯人来了 然后有人来报告扫罗 就说菲利斯人 翻进抢掠 请王快快回去 他已经快要抓到 大卫了 那神就出手了 就救他了 于是扫罗不追赶 大卫回去攻打 菲利斯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 希拉 马 西罗杰 大卫从那里上去 住在 影基底的山寨里 所以一直在逃 是不是 本来 还可以逃逃逃逃 逃到最后 真的没办法逃 还是神就出手要拯救他 神说如果不教他出来的话 还是不要教 所以神是有自己的计划 就是要磨练他 让他凡事去心靠 也让他可以写出这么多的诗 然后呢 在下面呢 在这里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 虽然27篇是没有写说 是他在哪里写的 但是在27篇这里呢 让我们看到 很像 就是在这个被四面仇敌围困的时候 军兵安营攻击他的时候 兴起刀兵攻击他的时候 神还是继续的成就 拯救他 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心起刀兵攻击我 我心仍旧安稳 你看出他的心境 是多么的心靠神 快要死了 他还仍然的相信神 是他的拯救 他完全不需要惧怕 所以我们也一样 我们应该要唱诗歌颂 要等候耶和华 要壮胆 兼顾我们的心 然后他在这里说 我再说要等候也要还 像我们真的是 让我们真的是 可以效法他一样 所以在这里 我们刚刚看到六片的诗篇 还有一篇其实是五十六片 如果你看到 数一数是有七篇 如果你回去看五十六片 应该也是二十一张 他在那个牙齐方面 被赶出去的时候 他在那个时候被抓了 他在那边也做了五十六片 五十片 我们没有看 大卫是和神心意的人 他是和神心意的王 他凡事寻求神的心意 神用大卫的精力 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帮助 那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我们你和我 我们可以成为和耶稣心意的人 我们也可以凡事寻求耶稣心意 成为和耶稣心意的门徒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效仿他 凡事都 不管顺经逆经都可以歌颂 把荣耀归给神 那神也可以用我们的精力 成为我们下一代人的帮助 所以我们还是上一堂课一样 这苦难的神有积极的目的 有荣耀的结局的 就像金金 钻石 跟这个珍珠 都是要经过一些痛 一些烧 一些高温 还有一些刀来磨 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得到非常漂亮的一个 结局 那大卫是这样 约伯是这样 主耶稣也这样 所以还是劝勉大家 像保罗说的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闲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我们这之瞻之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希望真的可以 让我们 勉励我们 弟兄姐妹 来一同的 接受神给我们身上的 磨练 苦难 危难 这些都是机会 都是让我们更加的上耶稣 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 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把我们的自己 老我 卸下来 是看到耶稣 所以 总结是 警察自己的罪 还是一样 不要像扫罗一样 自己现在罪 你都不知道 主永远不会出错 信靠神就对了 不要从危难去看神 要从神那边 那个角度来看危难 我们是否愿意一生 不管人生的高山或地骨 都愿意忍耐 求问 等候 依靠神 希望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随时随地向神歌颂 我们就唱这一首的四歌 是二十三篇 我们都很喜欢 《耶和华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和华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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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安歇青草溪水水边》 《神灵我心茶心中的幽暗》 《红独每一天》 《耶和华是爱》 《耶和华是爱》 《在宽荆中逃报首一律》 《神灵我摆下风神的安典》 《再为难也不改变》 《在世间转与共》 《祂的爱》 《祂的爱》 《在世间转与共》 《在世间转与共》 《祂的爱》 《祂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